國安藝術的未來學這個展覽 它比較像是一個NARS 一個長期的策展的計畫 或者是一個策展行動的NARS 那所以它其實有點像是一個序 未來其實會有可能接下來的第一部曲 第二部曲、第三部曲 這樣的一種希望是三五年甚至十年的一個計畫 這個展覽的構成本身大概是有三個面向 第一個是它跟這個新兵的二十五週年 這樣的一個時間點是有關的 那你在跟新兵的夥伴做了一些意見的交換之後 那希望說能夠用個比較前瞻式的 或者比較做未來思考的方式去揮畫這個二十五週年的展覽 那第二個部分比較是跟我自己大概在長期 對高雄這邊的一些藝文的社群跟生態的接觸 那跟這些人的接觸裡面其實也自己不斷在思考說 那到底高雄這個藝術生態還需要什麼樣的東西 能夠把這個地方的一個特殊性跟它的一個未來性去呈現出來 那第三個部分呢會比較是一個跟國際的想像有關的部分 那其實在新兵的很多的藝術家跟社長裡面呢 那其實都有不一樣的一些國際網絡的連結 那身為這個海島的一個殖民 然後還有很多的海洋議題工作等這樣的一個創作 裡面那自然就會有很多屬於這方面的一個主題的國際交流 這樣的一個未來想像 用了彎岸技術的未來學 希望去呈現就是說 那我們如何能夠有一個更廣廣的事業 那去探討高雄的一個變化 或者是未來的可能性 我負責的這一次 方案藝術會來修復的一個字 叫做超圖沿海車軌 以高雄來講的話 那就請我們的理事長立章 參加了這一次的一個超圖的這一個展覽 然後把它延伸到 延伸了一堆兄弟 他們是瑜伽工作室 那長期都在越井港做所謂的類似地方的一個社區的營造 或者是地方的創生 那同時在高雄也延伸到一個鵝阿寮漁港那邊 那找套欄盟團隊的瑜伽隆 然後跟在地的一個藝術家叫蔡春文 參與了這一次的展覽 那找這些比較屬於社造或者是地方商團隊 主要是希望透過他們的一些農女教育 或者是特殊的 不是純視覺藝術的處理 試圖去找出一些可能性 那另外我也會把觸角延伸到東港 那東港有一個藝術家叫莊佳盛 那他主要這一次呈現的是我們東港領望的那個遶境的路線 那這個路線其實是跟著漁村或者是農村的整個路線的規劃 那當然也有找一位藝術家叫曾丸廷 那這一次也邀請他透過他的新作 來呈現整個灣南藝術的一些可能性 這一次新冰碼頭25周年展主要是延續我之前博士論文在處理台灣錄像藝術的研究 那因為新冰碼頭它這20多年來其實在展覽的現場發生了許多 不管是錄像的或者是一些動態影像的創作其實也不少 那我就想要利用一些過去的檔案資料去調研相關的一些發生過的展覽 那所以在這個展覽裡面就特別去找了90年代到2000年初期的 曾經在新冰有發生過的一些動態影像或者是錄像藝術的一些創作者 那另外就是說這個展覽裡面有另外就是錄製了Podcast的節目 那也希望透過這一個Podcast節目可以讓一般的觀眾除了在展覽現場可以去觀看作品跟理解對話之外 也希望在Podcast節目裡面可以聽到一些比較屬於創作者 它本身的一個創作精神、創作概念或做的一些小故事 這個展覽的展覽 這個展覽土質、土譜的意思呢 土質它是取自於台語的一個詞 就是Todic Todic這個土就是跟土地有所連結 而且是緊密的連結 那這個值呢 比較是以直接性的意思的意涵 我們在這個展覽裡面整理了25年來 每一年的這個展覽 並且針對每一年裡面的展覽再進行分類 然後藉由分類我們會發現 每一年的這個展覽的那個形態有所差異有所不同 那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是在我們這個展覽裡面 我們同時還展現出20周年的時候的一個展覽 那藉由QR Code呢 我們可以進去看到當時的這個展覽現場的一個樣貌 那我們在這個展覽裡面同時還把這個25年來的一些展出的DM 那這些DM的呈現呢 可以表現出當時每一個展覽 它所要國眾傳達的重點 曾經參與某個階段的某些展覽 它喚起了他們對於新兵25年來的一個回憶 還有跟高雄的在地的連結 延城所以是一個藝術工作計畫 我們邀請五位藝術家在延城城市 進行觀察、邁柔 並用感性經驗製作出一張城市地圖 黃玉喬藝術家運用木刻技術 將張木刻成三角錐的樣子 並用造船遺留下的廢機鐵鏈 將這個三角錐全部串起來 而形成一種所謂的感性邊界 由憲文藝術家在這次計畫裡扮演的是地圖的製作 在展覽空間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大型的三角地圖 層層堆疊出延城的歷史記憶 林俊藝術家在延城地區漫遊時 在身上留下大量的研製的身體感受 讓他去尋找延城過去的歷史記憶 藝術家葉家軍走在延城的大小街道中 觀察到住商混合的複雜的起流景觀 這樣的複雜的起流景觀 也就是過去延城繁華的商業模式的縮影 藝術家夏嘉明的作品定焦影城 在觀察延城過去的三家影城 在現今已經接連倒閉 拍攝了一系列的具有歷史記憶的影像 一站在展覽空間裡製作了三張偽造的影城報導 讓我們重新感受到延城過去的繁華 YSO的未來學 它其實比較適合用英文來思考和理解 它的英文叫做Bay In Between Art 就是說海岸 但是後面有一個In Between 就是一個在什麼之間的一個概念 在這一次的車延平是我們在展場的部分 去工作的一些邊界的概念 讓觀眾在走動的時候的身體感 可以去體驗 在一個很輕微的這種高低的起伏 跟邊界的變化裡面 我去看見屬於這個萬案的各種事情 我去看見屬於這個萬案的各種事情 我去看見屬於這個未來 他喜歡競爭的公案 以他們等於這個述べ 我們一起重新消息 與最終神的地方